天啊 今年沒學弟妹了 大學四校系註冊率掛蛋 各位同學 你們今年填了什麼系啊 吼吼吼 不斷廣設大學政策 現在面臨少子化衝擊 終於出現惡果 現在是學校多得 沒人要念啊 教育部主要公布 本學年度158所大學院校 各科系新生註冊率 註冊率雖提升為84.2% 但3000個科系中 有67個科系註冊率低於三成 甚至有三校四系掛蛋 其中高雄和春技術學院 就占15個最慘 完全沒有新生註冊 這跟台灣的空母綠高 感覺有點像呢 兩年前我們就打算 把這個系科這個系來轉型 或是把它填造 它以教育部的一些規定 它工業類科 它不准填造 也不准檢核 它要把這個系 要把它轉型 做一個更大的一個改變 讓這個系去守衛生 我們成立的產業系手專班 這個專班基本上就可以 讓這個問題再解決 覺得學校會倒掉 或者說你們系手會有所影響 其實還好耶 因為我們學校 也有跟很多其他的產業做合作啊 報導的註冊率是0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對學校 或者是對你們系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國力就是滿有競爭力的 其實我們都想太多 學校和學生都沒有這些顧忌呢 讓我新聞傳到橋頭自然直報導 好嗎 老闆 滿足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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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